差不多坐了两个小时的船 终于看到了那个佛佛岛的这个海湾 虽然这个岛早就看到了 因为在海上很远都可以看到它 但是这个佛佛岛的海湾 马上转过这个石头就是了 这个码头佛佛岛的这个码头叫 汤塞码头 一上码头有人喊我的名字 把我还吓了一跳 所以原来是旅馆的人来接我的 这个旅馆的房间是 他们最贵的一个可以看海景的 49块钱一晚上 这个地方非常热 然后空气又特别潮湿 所以浑身的汗跳在海里面赶快过过瘾 这里的海水温度非常的好 不凉不热的 嘿嘿 嘿嘿 非常好 这边的旅馆也太浓烈了 看到这么好的地方 我觉得我三天的旅馆有点少了 所以看来还在追加一两天的 好多地方都不敢动用无人机 我是觉得这个海岛这里应该没人管吧 所以放出来试试 看一看这个44岛的大好景色 你看它这是两个海湾对在一起 所以整个这个海湾都是一条街 商业街这边一条那边一条 看这下面有领海的四个小屋顶 绿色的我就住在其中之一 这地方简直太美了 两个海湾两个沙滩对着的 那边北边一个南边一个 所以说太好了这地方 很多的外国游客来这里 很多早上来的时候船上都是 天间晚了也到吃晚饭的时候了 我记得上码头的时候路过一家Burger King 准备去那里吃 有人在这个海边钓鱼 我要是带着我的杆子 我也可以在这甩两杆 中国的海湾 有很多人的地方 有很多地方 带船来的地方 好 那么多地方 好 吃完了饭在小镇上面逛一逛 发现因为这两个是海湾组成的 所以说整个这个湾 整个这个海湾旁边 都被这么一条商业街给连着的 因为我开始不知道 后来发现我好长啊 非常好处 我发现这条街上好多海 海餐 海 seafood餐馆 这个并且很便宜 每一盘菜都是在一百八以内的 也就是一百二到一百八左右 很便宜 比我刚才吃的 Burger King便宜多了 Burger King要我三百五十个巴 那这里只要一百八十个巴就可以吃一顿饭了 明天一定来这里 你可以看到小镇上面的商业体系很浓啊 都是跟这个本地的旅游特色有关系的 我刚才刚出我旅馆就有一家 都说它的叫Private Tour 一千一百块 好我刚才其实就是旅馆ró 那个private tour是一个long tail boat 只带我一个人 所以一千一百块 想yes就可以了 后来发现街上有 有那种speed boat 一千一百块管六个小时 这个岛上的一瓶水 比大岛上面的一瓶水贵一倍 但是也算是可以了吧 听完了 该回去睡觉了 拜拜